远远的看见彩旗遭阳 你看最大的那个旗写的章 这些应该是武师的 这个规模很大 打那种棚子 他在这里直接做饭 然后招待那个同俗的人在这里吃饭 你看吃的挺好的 就是什么虾呀蟹呀 都是海鲜啊 哇那个实际上大龙虾了 厉害厉害 啊 你套圈 听说像这种酒席 实际上外人也可以去吃啊 你坐下吃也没人认识 对实际上也可以去吃 据说在三维海边上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大的家族还专门邀请大家过来吃 今天都吃得很好啊 外人也可以邀请来吃 当然我们就不好意思去尝试了 现在就是他们吃完了以后 据说是有各种表演 什么武师啊这些 你看这个规模 这里应该好几百号人吧 对吧 好几百号人 开箱子都快吃完了 这边应该都是这个家族的一些大佬啊 这个据说是叫送死 哦 白子戏剧团 他们当地的戏剧啊 叫白子戏 白智戏 dan还是会不是真的有希望 看着墨州 开箱子都把ех放 就会被黑脏牆 为了 剁烈 得 我们 我们 Niagara 把 来 要去每家每户去转一圈 给每家每户带着儿子过去 太吵了受不了 我们走得远远的 它一般这个村庄啊 前面都是一个大池塘 我每天都围着那个池塘跑进 这一排都是每个姓氏的中池 前面一棵大树啊 一般都是什么土地爷 三生爷之类的 我这个树就像 就像一把大伞一样 然后村前的运动场 你看他们那些运动场都是 村民自己捐件 跟政府没关系啊 这边干什么事情 都是跟政府没关系 你看都是篮球场啊 都是大家自己捐的钱 有的捐500 有的捐1000 当然现在连那个玩具架都掉了 这边啊就是村民自治 就说我不要你给我什么拨款啊 修什么东西 我都自己搞 但是我的事情你也少管 我觉得这就是海陆丰人民的性格 但是有一个缺点啊 就是基础设施很差 你看哪怕在四川那些地方啊 乡村建设搞的那些道路啊 然后基础设施都搞得很漂亮 但是是国家给的钱 这里就不一样了 破破烂烂的啊 但是都是自己修的 但是当地老百姓就是比较硬气哈 比较有底气 很多事情 政府是差不了少 比如说这里以前的计划生育啊 对这里是没有任何影响 加加四个起步 不过现在放开了 反而生的少了 这个确实没办法 但是广东 我看到一下出生率啊 还是全国最高的 每年人口增长率 广东肯定是排名第一的 现在连荷兰山东啊 都不生了 但是广东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所以这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啊 不管是经济也好 还是它的人口也好 这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春头的那个没吃成啊 回到家吃自己的 这条鱼很大 应该是十八啊 鱿鱼炒河南豆 这个是猪脚 这是新鲜的海虾 炒一个青菜 现在去买点肠粉吃啊 我老婆回来 特别想吃肠粉 这就是广东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格局 就是这样子啊 虽然是一个镇啊 但是这个镇有十万人 并且很多年轻人啊 他们年轻人都在自己的镇上啊 因为当地都是有产业的 所以他们一般本地人外出打工的比较少 这个镇呢也比较兴盛繁荣啊 因为有就业有年轻人 人口有十万人之中啊 内地的一个县城啊 实际上你到县城到海丰县也是这样子啊 基本上街道两边都是直接房啊 街道也是弯弯流流 没有什么规划啊 包括像我以前去什么虎门啊 那些地方都差不多啊 我觉得整个广东可能除了广州深圳啊 像内地的那种大城市以外 其他的那种城市啊 哪怕每年的那个GDP上万亿的 看上去啊 也是那种就是 有点有点杂乱无章的 没什么规划的样子 所以从这个也看得出来啊 广东这边基础设施是很差的 在我看到的城市里面啊 看到的地区里面 我觉得广东的基础设施 连中西部的那些地方啊 西南西北都比不上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每年我知道广东上交中央的那个柴税 在全国是排名第一的 就是它近上角了 因为中国嘛 他就说有上角部分 然后国家又返还部分 如果按近上角的话 广东是排名第一的 也就意味着它每年在全国 它的财税的负担啊 做贡献是做的最多的 得到的是最少的 所以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广东 它没钱去搞技术设施的原因 但是国家它可能出于那个均衡发展的原因啊 这家卖馒头卖包子的还不错 下一次再来买 这边是一个市场 这个市场规模非常的高 并且在整个小镇有好几个这样的市场 所以它们那种小镇 经济确实是非常不错 其实 你说像上尾地区 在整个广东 各个地区里面 经济发展的是排名垫底的 这是它们的大街了 原来是在市场内 哇 看那些 但其实老百姓还是挺有钱的 生活质量挺高的 家家户户吃得非常好 那不是我们内地能够想象的 现在那家 生意那么火太贵了 那家是买包子的 生意好的 小镇繁茫的生活 买了六个 一个五块 他们这边物价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所以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 但是账面上的GDP产出是很低的 可能连四川的一个地基市都比不上 但实际上更看得出来 这边发展潜力非常的大 人家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 那远远不是四川的那地方可以比的 确实这边它为什么基础设施那么差 因为我现在跟我老婆结婚七八年 七年之痒 这七年来反反复复 每年至少两三次 以前也直接从成都那边自驾过来 自驾过来发现他们的高速公路很奇怪 从广州到山伟这边 它是很多段高速公路 就是不断地在转换高速公路 有的时候它从广州到下面的一个地基市 它没有直达的高速公路 都要借助于其他的几条高速公路把它串联起来 所以说很费事 并且花的时间很长 很塞车 车流量非常的大 它为什么不直接修一条高速公路呢 就是贯穿广州到上围 像四川高速公路都是这样修的 像从成都到南充 直接都是两条高速公路啊 所以说广东这边它基础设施真的是比较欠缺 我后来就坐飞机嘛 直接到广州啊 从广州 因为广州美事比较多 然后从广州 再到上围的话 再到他们两家就很麻烦 非常麻烦 那个高铁票经常买不到 买不到就只有包一个车啊 在那个打车软件 叫的那种顺风车 比如说五六百块钱 叫过来以后 它都要给你谈价钱 让你加 一般都要加两三百 好 加了也就罢了 比如说从广州 你包一个车过来 可能两百五六十公里吧 七八百块钱 并且过路费还要自己给啊 过路费也高 一百多块钱 对广东的高速公路过路费 也是远远高于四川的 像两百多公里的话 在四川应该是不到一百块钱 这边的话 一般要一百五六 关键是它那个电车 它开到一半啊 到中间 它还必须充电 我遇到个两三回这种情况 并且在那个高速公路 休息站 那个充电桩非常的少 这些电车都在那里排队 每一次充电啊 排队加充电 两三个小时 你想带着小孩在那里等 是多么的崩溃 所以这一趟两百多公里啊 如果是在四川的话 可能最多三个小时就搞定了 但是我们往往包车 可能五六个小时 六七个小时都有 非常的折腾 后来我们就直接到深圳了 因为深圳到这边的话 更近一些两百公里啊 然后好像还没有那么拥挤啊 高速公路啊 还有高铁啊 都没那么拥挤 买票也好买一些 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坐高铁过来 所以我总之吧 就是感觉广东那个基础设施 连四川都不如 就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国家不愿意在广东大搞基建啊 实际上把钱投在这里搞基建 产生的效益是远远好于全国任何一个地方 但为什么就不搞啊 估计就是人家下了一盘大棋啊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里也是中国经济以后最有潜力的地方 因为现在房地产熄火了 要刺激经济啊 一个就是大搞基建 另外一个就是制造业啊 现在基建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说是严重过剩的 重复建设 产生的效益越来越低 如果这个时候啊 在广东大搞基建 我相信对中国经济那个刺激作用是非常大的 因为在这里你搞基建以后产生的效果绝对是最好的 所以中国现在经济深陷麻烦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可能最后压箱里的法宝就是在广东大搞基建 真正把这里搞成中国的黄金海啊 中国的加利福利亚 本来这里就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 最有前景的一个地方 这里完全可以把它搞成一个中国的加利福利亚 那到那个时候啊 中国经济走出困境 才有指望吧 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满满的这样大一盒子五块钱 在程度的话至少十几块 现在还没那么好吃